我们先简述一下梅花艺术 这个是艺学皇帝 可以讲他是极大成者 在艺学方面所表现出来的 当然背地里有高人 那太多了,我们交不上名字 但是他是极大成者 成前其后 他著作也很多 有预言诗,有黄极经世 就把宇宙人生流了四卦 整个的规律结构不断地循环往复 那可不是简简单单的 前之五百年,后之五百年的事 由生到灭 还没有开始,甚至下一次生 都不理这个阴阳 五行规律 那么他这个梅花艺术啊 是测算用的 作为补物 这个方面也是非常的神奇 可谓神仙之法 尤其他这个蚌蚓 尤其他这个蚌蚓 应该说这个蚌蚓 这个神仙的本领之一 新手念来 现在人把它叫为翘梅花 那就是说这个风后鸟转 比如说,你正在测一个事 那么来了一个阵风 迎风扑面而来 这个风是从哪来的 我们就可以按照这个方向 就是应这个事情 这个风速比较快 这个事就快 看见一只鸟 或者听见这个鸟的叫声 叫了几声 这也可以应到数字 甚至这是多大的鸟 是喜鹊还是乌鸦 这就是疾或胸 以及它的程度 那么比如说 你这个时间什么都没有动 怎么办 那就是你眼前看到了什么物像 你身边有什么东西 这一刻 它就是一个相机的拍照 你可以根据这个图像 去对应将来这个事 会有怎么样一个状态 如果有洞 那么这个事就快了 没有洞 它就比较慢 比如说现在我们坐着讲课 它就比较慢 如果站起来 可能就要乘以二 走 乘以三 跑 是吧 没完没了 如果你躺 那你就更慢 是吧 就出眼 就是这个道理 比如说这个时间 此刻 是7点12分 那这个数字 也可以作为一个硬 这个事儿的 可能是7月12号 真的可能就这么神奇 当然你要灵活 这个我们有机会的话 也会拿出实力来 那比如说 说以前的测 说一个小孩子 他非常的调皮 上学不好上 临高考了 人找不到了 沿着很急 那怎么办 打电话来 此刻呢 正在看窗外的风景 看到一个老太太 老头老太太 在那谈话 好像打情骂窍 那么就说 他 就在谈对象 而且这两个人 年纪看起来相差比较大 那就是 这个对象是什么样 这两个人 在你的什么方向 那么 这个女孩子 就在那边 事后果然是如此 离你多远 大概多久